赶快带你来关心这一条最新讯息了 那就是艺人于天的女儿于怨琪在稍早的时候病逝小年39岁 而于天呢也在稍早也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最新状况然后连接跟我们的记者林坤庆来告诉我们 坤庆 如果马上带你来掌握这个难过的最新消息 那么艺人于天的女儿于怨琪呢因治肠癌的复发 其实在18号的时候呢就已经传出病况不佳了 她的意识不清也没有办法说话 那么爸爸于天呢在今天下午是五点多的时候 那么是现身在台北荣总 那么从病房走出来 出来向这个大批守候的媒体来证实于怨琪在今天下午已经病逝 那么享年是39岁 那么搀扶着于天走出来的是她的儿子于祥全 两个人痛哭失声来看一下稍早的现场 早上来得还好 很想 情况就很重 我们本来想要急救但是她已经写了说不放心急救 这样也好 这样也不必那么难过那么痛 她眼睛都不闭了 她眼睛都不闭了 我跟亚萍跟她讲说我们放下了 放下了 她才稍微闭了一下 这样也好脱离痛苦 事实上 她不要这个癌症总共十年的时间 你看她有多痛苦的 不可怜的孩子 你放心的走吧 那你来这两天都没有办法讲话了 我希望我们每天都有来 我们都是开车从地下室下去的 我其实有帮她争取到说美国来的最新的抗癌 但是她是下个礼拜一次才回到 她就是订不到那一天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说姐姐现在不会痛苦了 对 不会痛苦了 姐姐有什么语言吗 哼 她其实是进之前 前两天 才要录影 你知道吗 好可以看到 于天和于湘犬呢 那么两个人是搀扶着彼此 那么哭得非常之伤心 那么于天也有特别提到 原本是已经有替这个于怨琪 争取到美国最新的这个抗癌疗法 但是必须要等到周四才会到 只是呢 于怨琪是没有办法等到那一天了 那么另外呢 根据了解 根据评媒体的报道 于怨琪呢 今天就会移临到这个殡仪馆里头 那么据了解呢 这个灵堂将会设置在一兵的对面 目前呢 殡仪馆的人员呢 也正在协助处理 那么预计最快 下周就会开放各界来进行追导 那么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情形 把时间还给彭内主播 预计最后我们再次看这个地方 任何人员呢 再次看这个地方 预计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